把王大石板块动发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朗看股 现在是美东时间 2022年4月20日美股盘后 北京时间2022年4月21日 A股盘前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美股横扫四柱底 A股相提未跌破 咱们先来看A股 先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有的人问我说 这几天怎么没有做节目 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说咱们这个节目耽误了几期 以后咱们还是至少给大家保证 隔天一做 争取是天天做 因为最近确实是比较忙 而且最近市场行情 大家也可以看 它比较配合我 配合我什么呢 配合我它横盘 横盘就是咱们一直延续着原来的方向 今天给大家做 一是有时间 二一个是因为昨天的这个急跌 很多人害怕了 跟大家说一声 没有到你真正的要 清仓就离场了的时候 因为我的会员也说说 我想离场了 我说你现在离场 那不搁在地板上了吗 那么咱们现在呢 来看个盘面 我们先来看这个美股啊 照着惯例 我们先来看美股 美股标普 大家注意啊 这块D9 我说了如果要破位 胆小的话可以止损 我呢 跟我会员说了 我说我咱们的先不止损 咱们以哪为界呢 这个我在整个大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说过 0.382这位置 也就是3430这位置 如果要破了的话 那你就 甭说了 你就直接就给他 减仓吧 结果他没破这个 4340这个位置 如果4340的位置 不破的话 我当时呢 是采取了一个持有的态度 而这根阳线 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根阳线 一旦出来以后 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往上攻的阳线 那么如果你在这捡了 他应该是再加回来 那么我就没有再做动作 追了一点啊 追了一丢丢 在今天呢 这根阴线出来的时候 又捡了一丢丢 下来的时候 又做了一个日线的 就日内的这种导手 只是降低成本 我认为他在这 这个横扫 是一个横盘的动作 这个横盘的动作啊 就更让我坚定信心 从原来呢 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有人认为呢 这整个是一浪 我说我还 现在说的 我这心里头也没谱了 现在咱们可以把这个引去 我认为啊 这块就不是一个 第一浪 这是第二浪 回来条 这是第三浪 应该就是 整个这一块啊 整个这一块 像我说的是 像我当时 给大家认为的那样 应该整个这一块 是一个 大伊朗 这一块是一个大伊朗 前边那个W底 那一块呢 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 就是预热吧 伊朗的预热 它也不能说一下起来 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用W底 一般的情况下 都用什么呀 都用 都把这儿视为伊朗的这个起点 把这儿视为伊朗的起点 那么看来呢 现在呢 我在这块的判断呢 应该还是 最初的判断 应该是对的啊 后来呢 我也说说 我说这块现在啊 这震的我有点 心里有点 寒乎啊 但是呢 现在这两天的走势一出来 让我心里呢 就特别踏实了 它一直在守着 这个0.382到 50%的这个点位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先持有着啊 从目前来看 我们可以看啊 它通过这个横盘 这块日线的MACD 已经靠近零轴了 如果它在这儿 再震一下 稍微下把零轴 那就又是一个循环 那么这波循环 应该是第三浪的主升浪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 这块会不会下零轴 因为为什么我现在 没有加特别重的仓位 就因为我的仓位 本身就重 就这次下手 我没有加仓的时候 你看我都追一丢丢 为什么说追一丢丢呢 我不等着它下来 那么我心里头呢 不踏实 但是等着它下来 它又不下来呢 我又买不着 所以说先加上一点 等着它下来之后 如果有机会啊 如果有机会 再踩一下这个地 就是在这个大W底的基础上 我们注意在这儿再来一个 小W底 在这儿再来这么一个 那么我觉得呢 很有可能是 土壑前高的主升浪要出来 这块呢 大家呢 要有一定的耐心 我们稍微的等一等 让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 这块呢 是对于美股的评价 A股呢 咱们现在来看看版面 很多朋友啊 这A股啊 弄了脑袋比较疼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咱们说没说过 这块一定会有第二角 对吧 那么如果有的人 你把这儿当成第二角啊 也有人把这儿当成第二角 但这儿大家可以看 不实 对吧 没踩住 也没黏合 这块呢 也没黏合 但是将近 比这儿好像近一点 对吧 那么在这儿 如果你要认为是第二角的话 可以 咱们说过 如果启动 一般的情况 ABC 三个点 这是非常标准的底背离 但是呢 由于现在算法交易的加快 很有可能呢 它没有第三角 经常是两角就开始往起走 所以我们加仓的动作 必须要在第二角的时候就完成 那么在这儿完成了 那么现在呢 如果它继续往下杀跌 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止损 大家把这块 拉出来 看啊 这个箱体是我 已经画了很久的 在这儿出现的时候 在这块出现的时候 就给大家画了 我说 我们 以缺口 上方这块 为一个箱体 然后箱体呢 往下再沿一个 0.382的位置 在这儿 整个这块是一个大平台 我们画出了一个 如果两点一线呢 我们就以这个地儿 为准 画了一个箱体 这个矩形 大家可以看啊 昨天是 四跌破 四不跌破的时候 对吧 我就平行移过来 如果你要是以收盘价为准 昨天呢 是漏了一下 然后又收回去了 那么 如果你要以最高点 最低点 昨天还没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箱体没有跌破 我们就没有必要过度的苦光 而且呢 这块出现了第六 箱体跌破了 我们现在要注意啊 箱体跌破了 总体认为 我认为 这块 这个前期的支撑 是很强了 也没有 更大的这个空间 去往下继续沙跌 因为我们可以看 日线昨天的成交量 昨天已经 这波沙跌 虽然这个量 有点大 但是跟前面这两次的沙跌 就这 大家注意啊 这块的这个沙跌 这块这个沙跌 已经明显的 有一个缩量了 大家呢 再等一等 更何况 大家可以看啊 我这块画的这个 百分之百的这个位置 3147这块 也没漏 对吧 总体上来看呢 我认为 整个的下跌 说如果要是在破位的话 空间呢 不是很大 昨天呢 整个的这个板块 上 在银行和这个白酒的板块 带动下 有所上升 但是呢 外资呢 一直在卖 说明了外资 在对抗俄罗斯的时候 对于中国这块呢 啊 也 没有什么这个放松 所以我们呢 现在就要注意一下啊 外资流出 我们就要注意厂内资金的流向 昨天的这波沙跌呢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对于今天啊 今天就是咱们一会开盘之后 就会发现 中海油马上就要上市了 中海油今天上市 如果开盘 那是机构必备的资金啊 机构资金必然得配置它 那么这块呢 会对市场啊 有一个就是抽水的作用 对于市场的一些股票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在这几天啊 我会员也一直问我 说您为什么这两天只做大盘 而不做个股 我说个股 咱们现在就是对于那些算法类的股票 基建类的股票 不是那个呃 我指的基建不是房地产建设啊 我指的基建 是咱们的这些工业 重工啊 像什么三一重工这样的基建类的股票 咱们长线持有其他的我们都不要做 我们现在就做打盘 因为如果外资做空 我们的市场的话 那么只有 国家队就是 这一条路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 因为现在很多机构很讨厌啊 对吧 他跟着外资一块做空咱们 呃 中国的股 但是这也 你说讨厌吧 但是也无可厚非 我跟大家说啊 无可厚非的是什么呢 无可厚非的就是人家机构也是要赚钱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指望着国家队就是 国家队不可能就那些奇奇怪怪 七七八八的 拿台湾话来说叫阿里哭大的那种 呃 股票 对吧 那他只能就大盘 就大盘 我们不知道大盘哪只股市 他的挽交对象 那么我们不如做 确定性的 那就是做大盘 也就是在最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我们做出最确定性的选择 这就对了 那么 跟大家说说啊 做大盘 我们做哪呢 我们可以看 昨天15分钟开始拐头 但是背离消失了 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啊 虽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我们能不能看到好的迹象呢 就是大级别啊 大级别三十分钟出现了 第九 同时一个小时 出现了第六 我建议大家呢 在这块呢 等一个小时 如果出现第九之后 我们 再进行一个 大幅的加仓 当然了 如果你这两天没有加仓呢 而仓位比较轻 比如说一乘两乘呢 在这个箱体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3140到3150区间 我觉得也是一个加仓的区间 那么在下边 我觉得要出第九的话 他应该是在3000点这块 啊 会守一下 我们就是3000或者3050这块吧 我们再考虑做第二次加仓 而这次加仓呢 如果您要掌握不好的话 还是建议我们去做大盘 同时呢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您要是做个股 的话 尽量的啊 还是要避免一些 就是前一期炒的过热的 像什么宁德时代啊 之类的 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呢 还是这个稍微的稳健一下 而且呢 对于房地产这样的股票 前一段炒过一波了 大家呢 也不要再碰了 外资走这种大型的股票 都不会太好 那么现在比较好的 大家要注意啊 食品加工 或者一些农业的 因为这两天的农业的 农业的票 农业化工啊 这类的就化肥类的票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非得要做个股的话 还有就是咱们的 中国的机械制造 这类的 这类的是 一定一定会让国家以后 重点保的 我们跟美国能够竞争的东西 没有别的 只有这些了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一定会确保 那么在确保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一些长线的布局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